大家好,我是蒙恩 就是我今天终于感受到那种 作为老选手 然后每年都要重头再来 那种心酸和无奈了 就是不管你是谁 就哪年的大王也好 哪怕领导也好 OG天花板也好 只要每年 这个脱口秀帝国的 真正的幕后黑手李诞 他在微博上喊一句 脱口秀大会开始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得 跑过来 就为了逗他笑 我觉得这就是李诞这年的 找乐方式 风火系诸侯 今天更过分的 上面还做一小太子 比赛的压力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不光比赛压力大 我感情上也不太消停 因为我前两天 我刚跟我女朋友吵了一个架 就是因为我不想跟他逛街 就是因为 因为每次跟他逛街 实在是太煎熬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男生 是喜欢逛街的 真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 任何一个商场里 见到过一个男人 真挚的消融 没有 没有一个男的 会像应小天一样 逛商场吗 你连逛两次还来 没有 所有的男的 他拎的东西 一个个都这样 跟湘西江市一样 跟在混 然后我女朋友 每次都要问我 说你居然这衣服好看吗 我真心觉得还行 他说我在敷衍他 然后下午我说好看 然后他又问 那这件好看 还是这件好看 我说都好看 他又觉得我在敷衍他 那种感觉 好像我在做那种 以前的情感杂志 那种测试题一样 对吧 就第一题 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A好看 B不好看 C还行 我选C还行 跳到答案页 你是类型B 敷衍型男友 好了我重做一遍 第一题 第一题我选A好看 好 跳到第二页 第七题 这件衣服好看 还是那件衣服好看呀 我选C都好看 跳到答案页 你是类型B 敷衍型男友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一定不能说 他挑的衣服不好看 因为如果我否定 他的审美的话 我的女朋友 就会对我说一种语法 这种语法叫 疑问表威胁 你觉得这样衣服好看吗 我觉得不太好看 你觉得这样衣服不好看 没有啊 好看的呀 那你刚说不好看 刚刚我疯了 我就喝个奶的功夫 三点多了 所以我现在看衣服 完全不看它的版型 设计或者是什么样东西 我只看我女朋友的脸色 她每次只要一问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跳出一个小太监 这老佛爷今天是怎么想的呀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所有男生 都有这样的困扰 你想要和女生 非常舒适地逛街 你只要做到一点就OK了 就是别把自己当成男朋友 你把你当成她的男闺蜜 真的 因为有一回我在街上 看到一个女孩 和她的男闺蜜在逛街 然后女孩还是很正常嘛 就说你觉得衣服好看吗 然后那个男的直接 男客死了 你永远不要穿这样衣服 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那个女生 就乖乖地去换衣服去了 我觉得我掌握了 这个事情的奥义 这时候我女朋友 从十一间里出来了 她问我说 你觉得这样衣服好看吗 我说难看死了 她说滚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所以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想好和她跟她辩论一下 就是既然 既然男生和女生 就不适合在一起逛街 那为什么 你逛街一定要带男朋友呢 她只很霸气地回答了我四个字 她说 因为我有 你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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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悲惧句话伤到了 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 问另一个人 你为什么带她出来 她说因为我有 她说那句话的表情 就好像一个200年前的 美国奴隶主一样 我觉得她都不是在误化我 她在奴化我 好家伙 我拿她当西西公主 她拿我当汤姆叔叔 而且最惨的是 我们这样的男朋友 和那些奴隶比起来 我们一辈子不会解放的 因为永远不会有一个男的出来 代表我们天下所有的男朋友 替我们发声 然后他站在南京西路的步行街上 大声地喊 I have a dream I will never go shopping with my girlfriend again 恭喜梦恩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body I'm梦恩 Young 就是其实很简单 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很简单 为什么逛街一定要带男朋友 其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商场 允许牵驴进去 驴也太好使了吧 拿得多没废话 逛累了 你还能坐在背上切一会儿 而且最关键的是 你的驴 永远不会去看 其他驴的女主人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段子 然后但是我在线下演的时候 一个大哥说 这个段子让我感 他觉得不舒服 他觉得我冒犯了驴 然后他说 他说为什么你拉东西就想到驴 牛也能拉东西 为什么不说牛 我说大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联想而已 就像你想拉东西 你自然会想到驴 你想喝牛奶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经典有机奶 每100毫升 有3.8个原生乳蛋白 别说你想喝 牛都想喝了 谢谢大家 我是梦恩 大家好 我是梦恩 虽然我是一个新人 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说 你们接下来看到的表演 你现在这一场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 好吧 其实我差一点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 我海选的时候 差一点就被淘汰了 那天直接就被我干懵了 我就已经怂了 因为海选之前我特别的自信 有一个选手报名表 上面就问你 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 我当然想都不想 就是李淡 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 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 挑战自我 实现突破 我连旁白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有个朋友 他是做选秀的导演 他跟我说 你讲什么不重要 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 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 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 他拿理单来举例子 他就说 我现在说两个词 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 一 诗人 二 爱喝酒 你说你想到谁 你们的包包更可破了 没关系 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我跟你说 导演不愧是导演 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 那提到杜甫你能想到什么 我说啊 你看 这就是杜甫为什么没有李白虎 因为他没有标签 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导演 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 第一个是地狱 你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内蒙人 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 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明星脸 什么焦大吴亦凡呀 遮传中汉梁之类的 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刚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我觉得白举刚 他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 来向别人证明他是谁 我说我是脱口球白举刚 就跟我说我是脱口球杨志宏一样 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 杨志宏是我大姨父 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 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球大会 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 结果他们起的都是什么 脱口球大王 脱口球太后 线下之王 诈场王 爆梗王 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 你就感觉脱口球 这个新兴而小众的行业里面 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 我来参加脱口大会 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 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这些人 中国通通秀只有一个工人子弟 就是赵小慧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蔫的小孩 你们知道吗 就是蔫到什么程度 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 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小孩长得就让你觉得 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 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甚至做过很多那种叛逆的蠢事 那时候武侠小时候特别流行 所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 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 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 给自己起一个又low又霸气的名字 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六中七匹狼 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 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 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 就导致六中七匹狼 我排第八 加入之后他们就搞一个仪式 叫煞雪为盟 割破手指头写雪书 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 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这点血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煞雪为盟的煞字怎么写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 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 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 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 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人还没来全 就是六中七匹狼 鹰到八人 十到六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三狼和五狼没写作业 被老师扣下了 从那天之后 我们老大立起了一个邦规 以后逃课之前 必须做作业 我说 老大等一下 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 那就不叫逃课 那就叫放学呀 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 学习成绩也蹭蹭往上涨 价美打应机场 学习成绩上来了 文化水平就上来了 六中七匹狼从命改名 六中七贤 这就是一个特别讨打的名字 你们知道吗 有一会儿我就被人堵在胡同口了 上来就问我 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 我事业怎么样 给我打 我说等会儿怎么了 我怎么招惹你了 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 你妹 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 我妹妹说你老放屁影响的学习 杀得我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 我说大哥你在哪儿 我说没堵出来赶紧过来 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 喂杨仔 我正在考试 考完事就来过来 我说什么时候了 你还来考试 你快来跟着我 行行行行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知道毛巫为秋风所不割的作者是谁吗 谢谢大家 我是蒙恩 大家好 我是蒙恩 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个选手 你们知道我从后台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 一直想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此时此刻 如果张柏阳真的退赛就太好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的离开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他是不是真想退我不知道 但我是真想进 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喂 行行我知道 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的爸爸呢 我一在我心里 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你们见没见过 大街上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爷爷爷爷 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档葫芦 好好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要吃世界上最最最最最红的冰档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这么大冰档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你真好 哎呀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一模一样 就是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这么大糖果 我看你头长得像糖果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礼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摆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喽 回家抱孙子去了 还有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上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重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这个段子 是我成为一个全职图舞学员的真正原因 因为我的甲方在现场听了这个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是什么样的吗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身上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 我说哎 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啊 我仿佛都听见 我心里面足球 篮球 乒乓球 落地的声音 杨哥 来 杨哥 杨哥有的一部分 杨哥稳住 陆地上那么多运动你不喜欢 全面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看这话已经赶在那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哎 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 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哦 为什么 因为时差海开车 他们就关门了 我真的特别讨厌 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 讲了一场脱口秀 但一边的观众更多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地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 手放下 然后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兴趣 我正中间坐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的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他男朋友更讨厌 他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 出去陆家随着 二号险的时候碰见这两个二货了 地铁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呀 合计号吗 我说你们俩去坐地铁回哪儿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 一个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回到现实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我刚刚发现就是 我是我们这个组里面 唯一一个没结过婚的 然后我接下来讲的是 关于我初恋的故事 我觉得也正好让两位 已婚过的男士 重新回味一下 什么是拥有爱情的滋味 好的 就是这个事其实得从我当时军训开始 我那时候觉得军训特别没有用 我觉得军训就是为了锻炼我的听力 而且教官也是这个目的发号施令的 都能听懂是吧 加大难度 我说什么样 快 你就觉得我不够快吗 让你跨力呢 然后还有向左转向右转 我觉得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 向左转向右转唯一一个用处 就是能够让你在刚上学 谁还不认识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知道 你们班分不清左右的那个傻子是谁 但是军训你必须承认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融入集体嘛 然后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我和我的初恋就是在军训的时候认识的 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俩在向左转的时候相遇了 我这辈子真的忘不练 他看见我脸第一眼之后 就情不自禁地不斥一笑 然后我也说出这辈子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说笑容不笑是你转反了 就这样在一起了 然后他真的哪都好 但是他只为有一个问题我接受不了 他特别喜欢在学校里面认哥哥 就是 三班班长是他哥哥 学生会主席是他哥 然后田径队跑步也是他哥 我感觉走哪都是他哥 我就纳了闷了 我说我找了个孙二娘嘛 他有105个哥哥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会接受他的一切 包括他的哥哥们 我后来和他们哥哥们处得都真的非常好 而且也正是因为脱了他哥哥的关系 我才进了我们学校最厉害的一个组织 六种气皮狼 六种气皮狼了 要把你抛了 其实真的 你喜欢到一个人到最后 不问恋爱多么开心 最后你还是要见家长 我当时心情特别忐忑 因为他的家庭条件真的特别的好 然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爸爸约我出来的时候 我真正意识到了我们两个人 家庭层次当中那个距离 因为他爸爸约我去陪他打高尔夫 哇 高尔夫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讲究的运动 你知道吗 就是连穿着都有讲究 小皮鞋 西裤 抛落衫 然后戴着帽子和墨镜 手里处个杆 诶 我球呢 而且高尔夫连动作都有讲究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 你注意啊 你脖子的仰角 觉得你球的高度 你这个动作持续时间的长短 觉得你球的远度 出银河系了吗 没出是吧 没出 我再看一会儿 而且人家每个人会配有专门的球筒 球筒会说 哥 球在这儿呢 没打着 后来我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忽然发现 高尔夫其实不是一种运动 高尔夫是一种社交方式 就是他爸爸和那些有钱的朋友们 就一边娱乐 一边休闲 一边谈谈钱 聊聊项目 除了高尔夫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运动 能够一边休闲 一边聊项目的了 我能跟他爸爸一边打篮球 一边聊项目吗 哎 刘叔 最近有个项目 特别的不错 收益率百分之 八点几 你要不要 考虑一下 刘叔已经被我晃晕在地上了 这个段子我之前在线下讲过 然后突然一个观众站起来跟我说 你走步了 然后打完高尔夫之后 他爸爸就说我和他女儿不合适 然后他也不告诉我什么原因 我说为什么叔叔 为什么 是因为我走步了吗 开个玩笑 开玩笑 其实当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心里明白 当时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家庭不太合适 但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我家庭不好 不可以在一起 然后在我的追问之下 他就为了搪塞我 他说出了一个特别奇葩 而且让我无法反驳的理由 他说 我觉得我女儿跟你在一起是没有福气的 因为你没有耳垂 这一句话直接被我干懵了你知道吗 不仅我懵了 我的耳垂都懵了 我就感觉我会抖了一下 哎呀我这么重要吗 就是我真的曾经幻想过 比如说有的男的可能因为 他缺少某些器官 会影响到他的婚姻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辈子缺的那个器官 居然是耳垂 而且这个理由荒感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说你结婚了 你出家都不要求你长耳垂 但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 就我小到了用别人用荒谬的言论 然后羞辱了之后 我还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地步 我从他们家离开之后 我就一直在哭 我一边哭一直反问自己 我说梁门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长一段 有福气的耳垂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就暗自发誓 我一定好好努力 努力赚钱 努力奋斗 等了我有钱之后 我就去医院封耳垂 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 大大方方地去找他爸爸提亲 提亲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空的手去 我两个手提出 我封满的耳垂 然后我还要跟他举行 最盛大的婚礼 我要让所有人 见证我们的爱情 真的 我都想好了 我们在台上许下爱的诺言 台下坐满了亲朋好友 和他105个哥哥 其实失恋还是真的很苦涩的 其实失恋还是很苦涩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真的 我就像丢了活一样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了 然后我就在街上游荡 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向右转 我一下子看见了一家小门店 那个小门店的玻璃上 贴了八个大字 一下子就点醒了我 让我觉得 他爸爸口中说的那个福气 其实根本是一种 非常廉价和不值一提的东西 那上面贴的八个大字是 猪耳朵 八块钱一斤 谢谢大家 我其实我还没有讲完了 我真的只是想谢谢大家 我就想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 不能带上去什么 这个好 这个我第一次就 这是啥 这是啥 因为我真的想过 我真的想过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早地走出去 还是因为我年轻 对不对 如果现在我都快奔三了 再因为这些事 吃吃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还能怎么办 谁还能帮我 还好有跨境品牌产村 补充身体营养 助力多为人生 这次真的完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蒙恩 就是 就是真的 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 你觉得我会是有遗憾的人吗 我真的 我觉得我 我就是那种 我一辈子不会遇到什么大事去遗憾 但是我可能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 我最近遇到的最遗憾的事 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没玩好 我真的想给你们分享一下经历 避免你们踩雷 就是 首先 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 第一件事 一定不要因为省钱 去选择做廉价航空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那些连航没有 我做的那个 就它飞机上的硬件设备和它的服务水平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火车飞上天了 我那一路颠的呀 我的天哪 就人家的飞机是偶遇颠簸气流 我那飞机拖运了两箱气流走 好不容易不颠了 空姐推这个小车就出来卖东西来了 她真的是在推销 推销面膜和刮胡刀 就在她那个颠簸的节奏 还有她那个激情的叫卖当中 我真的恍惚了 我跟你们说 就是 我本来想问空姐 就是说到东京还有多久 结果脱口而出 到东京还有几站 那空姐回答得更可气 我都分不清 她跟我幽默的 还是她以前职业病犯了 她说下一站到了 睡吧 画面她说叫你 然后去了日本 去了日本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个朋友都要让你去日本 带很多药回来 对吧 什么制痘的 趋纹的 止痛的 还有带什么 就是防止脚后跟干裂的 对 我当时我在日本 我什么也没干 我就干药妆店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感觉我就是 我就是当代徐服 然后而且日本的那些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它很鸡肋 它没有多大用处 就是那种治大病不行 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 是吧 我上次 我当时甚至想过就是 徐服当年东渡啊 不是没回来 回来了 又被秦始皇赶走了 你们想象一下 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徐服拿着药过来 一通喷 秦始皇说 这样能长生不老吗 徐服说 能屈蚊 这样 能让你走的时候呀 旁边清静一点 真的没有用 而且我跟你说 最过分的是什么 最过分的是我一个朋友 他让我带一个药 这个药什么疗效都没有 唯一一个作用就是 吃了它之后 能够让你排出来的东西 变成彩虹色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玩意 哥们是没见过彩虹吗 还是怎么样 你哪买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跟那些服务人员解释 你知道吗 我英语不好 那日本人英语更差 我就跟他说 我说 One drug BOOM Rimbo Rimbo 掌握好一本卖影 是多么的重要的 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 也非常的差 我的那个林浴室 下水道堵了 我的女朋友就去打电话找老板 就是我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 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会非常有障碍 但是如果一个英语不好的人 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 我女朋友英语还行 但是她就下水道堵了 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那一天后就说 You know 就是你们知道 英语好不好 你说话先You know呢 You know My bedroom 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笑我 她说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Underground rapper呢 但是你们知道 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 那个日本老板说 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死 哥们听懂了 到了最难的地方堵了怎么说 我当时想想 My underground water yesterday but today 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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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不到 老板拿着皮穿就上来了 而且那个民宿 其实它的隔音非常差 我旁边住了一位外国人 带了一小孩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 半夜不睡觉 往死吵吵 然后我就听见他就说 后面我也听不懂 然后他爸很有素质 他爸就说 结果小孩说 我当时凭借我 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 和当时的语境 我分析出那爷俩的对话 是这样的 爸爸 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宝贝 你要是睡不着啊 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 好的 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 我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 虽然我只会一个词 就是shut up 我为了让他听懂 我专门在屋里面 拿着手机 听了三遍shut up的发音 出门之后 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 结果大哥是一黑人 我当时我shut up 我就是 Welcome to Japan 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呀 我每次就是有个什么习惯 就是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 就显得很生涩啊 对什么也好奇 我特别希望就让我显得这样 我对这儿很熟 我经常来玩 然后我甚至觉得 我不说话 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 人们真的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 除了这点之外 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 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 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 我觉得那家店 就是在利用周杰伦 在骗中国游客的钱 那家奶茶店 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 只有中文写的 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 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 就循环播放那首MV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就心想 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 我就说 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 我能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在附近商场 我就找一个洗手间 我包下来 我也写一个牌子 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上过厕所 我在厕所里 安上小电视 也放周杰伦所有MV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 然后之前来唱的 哪里有彩虹 你碰Rainbow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大家好 我是孟恩 我在台上看他们俩表现之后 我真的非常的后悔 因为我觉得我虽然 前几张表现得还不错 我自己很满意 但是我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我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对手 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CP 说是脱口秀 说是断口喜剧 玩了半天 骨子里还是二人转 但是我今天其实非常开心 因为今天的主题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今天是脱口秀大会 第三季录制的最后一天 明天是我讲 脱口秀三周年的第一天 真的 其实说实话 三年前我真的没想到 我能站在第三季的舞台上 我觉得第二季就应该来找我了 你知道吗 你害我白在线下吃了多少苦 我跟你们说 我自己在北京线下演出的时候 演过各种奇葩的演出 我记得最奇葩的一个演出 是一个年会来找我 一开始真的不想去 但对方说给八百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 被金钱冲昏头脑的感觉 八百块钱放今天不算什么 但当年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内心真的超级激动 但我表面强装镇定 因为我觉得我大小是个艺人 于是我淡定地跟他挤出三个字 我说税后嘛 对方看到我就说你没见过钱吧 八百之内不交税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年会 那个年会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只请来了两个演员 一个是我这个脱口秀演员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二人转演员 我的天 你们知道二人转演员 在年会中的地位吗 就是the king of the party 二人转演员上台 永远虎虎声威的上台 就大冬天堂穿的裤衩背心 一边上台一边说 大红背心往里 谁过鼓掌谁死爹 我也不是图你们这个 但是你们看到了 这个方法虽然非常的三俗 但确实非常的管用 对吧 他这么一上来 掌声哗就响起来了 然后他开始表演各种绝活 但是二人转演员演出的时候 他也会有冷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会拿出他杀手锏 哥们跳下台 抄起了一瓶啤酒 朋友们掌声不够热烈啊 我干了 一口气干了啤酒之后 掌声再次响起来 哥们儿完美下场 下场的话给我给me5 兄弟 看你的了 我就一个人默默地走上台 我还是像正常演出上 跟他们互动 我说大家好 我叫杨木恩 我是一个内蒙人 没有人理我 只有一个大姐喝多了 举了一杯白酒跟我说 小兄弟 无论你是哪里人 今晚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还有一大哥看不下 给你拍案而起 说你这脱口秀不押韵呢 我的天哪 我当时想到 我怎么不能量到台上呀 我起码得讨一次掌声下来 我想起那大哥的杀手锏 我也跳下台超齐瓶啤酒 我说朋友们掌声不够热烈啊 来二人转大哥 再给大家干一个吧 然后那时候我在北京 还经常在北京的 最老的老艺术局 天桥那边演出 我演出的小剧场 就在德云社的旁边 你们知道我在 那边演出的时候 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我演出演到一半的时候 我用我的余光看见 主持人被保安抓走了 我当时都吓懵了 我说这是什么情况 我说 我说脱口秀不许进天桥吗 我说这是不会是 郭德纲报的警吗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想 我就是不能让他们听出来 我在表演脱口秀 我灵机的 我大红杯心往里烟 真的 在线下的时候真的太难了 而且那时候 我给别人写稿的时候 别人还经常欠我稿费 有一个公司 欠了我两千块钱的稿费 我去跟他要的时候 他说你先不要急 我们公司是京东控股的 现在阿里巴巴想要收购 马上就要收购完成了 收购完算完账就给你 过了几个月我再问我说 你们这谈判谈得怎么样了 对方跟我说 谈判陷入了僵局 他这个话就是 我问钱 就是谈判马上完成了 我一问就陷入僵局 就感觉阿里巴巴和京东 之所以谈不懂 是因为他俩商量不好 谁该给我这两千块钱 我以为这事已经算完事了 后来我有幸接了一个节目 我就被这个编成段子 去节目上讲 然后导演不让我播 导演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 在腾讯播 不能提那两个企业的名字 我当时觉得我也太厉害了吧 我一两千块钱的段子 居然卷入了腾讯 京东阿里这三大财产 存在千万窝之中 我真的 我当时很难过 我还跟我妈说了 我说本来有机会上节目 结果因为同心阿里这点事 然后我没法播 然后我妈当天晚上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我讲吐吐血的一张照片 我本来以为他是在安慰 我结果在他配文上 我儿子太厉害了 马云和马化腾都喜欢 得他脱口秀 但后来节目组说 可以给我播 但前提是让我把那些 企业家的名字 替换成大家都能听明白的 一些代称 所以我那个段子 就变成了什么了 我那段子就变成了 我给小狗的一家公司写段子 小狗不给我钱 小狗说因为他正在 和小猫谈收购 我本来就是告诉了小企鹅 想在他的平台讲 小企鹅不让我说 因为小企鹅说 他的平台不想出现 小猫和小狗 我妈听了之后说 哇 我儿子太厉害了 大马和小马都喜欢 得他脱口秀 打了马的脱口秀 还是脱口秀吗 我当时真的觉得 我就像阿凡提 在给一帮幼儿园的小朋友 讲故事你知道吗 就是讲完故事之后 我还要向小朋友们 真诚地发问 我说小朋友们呀 你们说 小猫 小狗 小企鹅 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可是他们为什么 要为难杨梦恩呀 但其实就即使是 线下这么难的情况下 我觉得 像我这样的脱口秀演员 每一个脱口秀演员 还都是非常想得到 小猫 小狗 小企鹅 以及小羊的支持 但这个小朋友又问了 小羊是谁 小羊哪呢 小羊就是蓝河绵羊 来自新西兰 全是散羊的绵羊 还没有羊香味 宝宝爱喝好吸收 小朋友们 喝奶记得选蓝河哦 这个 就是你想和小动物们 做朋友的代价 但是现在确实是我 最舒适的一刻 你们知道吗 因为观众们笑得很开心 然后商家也能赚钱 而我 再也不接800块钱的年会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是孟恩 是孟恩 感谢观看